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達達特工啦 那大家看到這個畫面啦 就知道我們的末世迴響又有新BOSS啦 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就來挑戰一下我們這隻 彈力熊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呢 彈力熊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一樣還是用我們的這個... 黑洞之力好了 但是因為這關的話 我覺得就是我們的這個迴響啊 基本上好像都不太需要就是 用什麼補血器的感覺 因為我們目前來說血這些都還是蠻多的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特工來換一下我們這個妹子 而且目前來說的話 我升級比較多的好像也是我們這個妹子 我們就繼續給他升級起來這樣子喔 那這個妹子的話 基本上你就要打那個精華啦 精華的話就是末世迴響這邊的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是黑洞槍再加上我們這邊的這個... 斬刀直接走起 看一下彈力熊這邊的這個... 形態會變成什麼樣子喔 其實上次我覺得那個... 將軍的那個就還蠻可怕的喔 我忘記上次是不是將軍了 我記得好像是那個將軍吧 然後還會照到無敵人牆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子 好 直接給他斬起來 這是蠻帥的欸 我的天阿 超帥熊熊 唉唷 唉唷 他會叫這個就是... 這個應該也是夥伴熊熊對不對 但這隻熊的話好像是那個... 好像是... 但是好像是可以打死的 可以打死的話就好 但是我覺得越到後面的話應該越難打喔 唉唷 我的天 但是總比上次那個無敵的那個還要好多了喔 然後這個熊就一直不斷的打這個範圍大傷害了這個東西 唉唷 你看他一直在範圍爆炸 所以這個小熊的話應該就是他的那個... 就是我們一般的這種就是敵人啦 跟我們之前看到的那些差不多 就是我們那個... 之前不是都一大堆小兵嗎 然後這次是換成熊熊了這樣子喔 好 繼續閃 繼續閃 然後能點的都給他點起來 其實我不知道目前來說啊 就是這個模式的話是不是應該要給他進攻全部進下去了 這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你只要一直就是去給他打傷害就好了 因為其實他一開始初期的時候 他給我們這個就是恐怖程度是沒有到很高的喔 要大概到第二個寶箱還是第三個寶箱開始吧 他那個傷害會非常非常可怕喔 那個時候可能就沒辦法跟他硬碰硬了 然後他開始打嗝了好不好 打嗝時間到 哈哈哈哈 說人家這個叫打嗝 進化時間到了好不好 我反而覺得現在比較可怕的是這個熊群唉 而且這邊是新東西嗎 還是其實大家在後面的關卡都已經遇到了 我們目前來說最近應該會試一下把關卡給他推一推 所以我自己是還沒有看過這些熊阿 因為熊在我的達拉特宮裡面的 遊歷的世界的記憶阿 好不好 就只有這一次出現 所以我覺得蠻帥的 喔唷唷喔唷 喔唷哇靠 欸 這隻熊在衝的時候阿 他還會帶火球阿 OMG 有點猛 帶火球的 好 直接走起 那這關基本上我覺得打這個末世迴響阿 都比較不推薦大家帶那個黃色豬豬球 就是你把boss擊殺阿 或者是你把精英怪擊殺 就會拿到球球的東西 因為我們根本就擊殺不了BOSS 也擊殺不了精英怪 然後再來就是你很容易就是 因為傷害比較低嘛 對不對 你就很容易跟他接近 你跟他接近的話 你那個球球就很容易失敗 不過說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你沒辦法把BOSS跟精英怪打死 所以那個球球根本就壓根就不會出現 所以裝備這方面的選擇的話 可能就可以再看一下要怎麼辦 好 這邊戰A 戰A 那感覺這一次的話 反正我們就一次追光者一次破壞之力好了 因為這關的話 我覺得就是破壞之力這樣捲起來的傷害 好像也不會說太高 搞不好槍 那個小槍的傷害都比較高 喔 他這個第三階進化是不是 會跳這個囉 會這個小範圍的踏地板囉 我其實還蠻怕他這個踏地板 最後一次打嗝 會叫什麼東西出現呢 喔 有沒有看到 他這個踏踏地攻擊開始痛啦 各位 腰了個咻 開始痛啦 開始痛啦 唉唷 喔 欸欸欸 不是 他 他那個 你們看到嗎 他原本的那個就是石頭那招 他是散射出去的 但他這邊的話 變成 變成追蹤彈耶 開始變成追蹤環節了各位 慢慢的變得更可怕了 所以這隻的話 目前來說他的 你們看到這個 欸 也不是追蹤 欸 欸 是是是是是 就是那種就是 哇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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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有點 有點 有點搞 這個 會追蹤你啊 這個好像還好 另外一個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射超快的 然後 會直接整個都往你身上打 喔 這才是最終的形態各位 熊熊最終形態來了各位 哇 我只覺得那個 那個隕石好像有點猛 嗚呦 而且他還會叫怪耶 撐住 撐住 嗚呦 哇 我們應該還是得帶一個回血的耶 都跟我一開始講的那個都 哎唷 喔喔 他炸地板之後 他的那個 隕石 好像是有一個就是 散射的那種感覺 就是跟我們一開始跟他講的都不一樣啊 我們說 要打這個模式 基本上不用帶回血 然後我現在好缺血 喔呦 這人他炸下去了這個 他好像是一個 他好像一個是那個什麼 該怎麼說就是螺旋散射嗎 一個往左邊偏 一個往右邊偏那種感覺 好啦 我們最後還是撐住了 但是 我上一周打 打6-3多而已耶 哇 低到一個誇張 笑死我了 有夠低 但沒關係 我們來玩一下追光者試試看啊 追光者 我感覺啦 因為最近不是說那個嗎 就是接下來要出那個嗎 出那個破壞之力套裝嗎 等那個出出來之後 我們應該就可以那個了 我們應該就可以把那個裝備再往上提升不少了 那應該就可以迎接我們那個 人生中第一個 紅色裝備 應該是沒問題的 人生第一個 紅色裝備 來 繼續吃起來 沒問題 追光者 交給你了好不好 然後這邊的話 這個是減少CG 應該是OK的 然後這個是對基因Bot提高 然後這個鞋子 這個截子應該就沒辦法 因為沒辦法用激勵狀態 所以我們來換一個鞋子好了 鞋子就換回血鞋好不好 回血鞋直接穿起來 一般來說大家都會用什麼鞋子啊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個回血鞋跟那個就是 那個 技能鞋 我通常都還是比較常用 來 繼續 這個熊我們剛剛才打了60幾%耶 才打了60多M的鞋 看一下這次能打多少 反正我們撞上追光者 我們就直接在他身上旁邊繞 繞起來 交給那個機械 開始給他狂扁 狂歡 狂扁 然後 豬球 白色機器人 剛剛我是一個紅色階級的裝備都沒有合上去 對不對 好像是這樣對不對 半個都沒有合到 這場我要不一樣了各位 我要努力的把裝備都合到紅色階級 開扁 好 這些熊熊 你看一開始就是 完全不用擔心 那一開始的話建議大家都還是先去那個 先還是都去那個 打這些熊熊 然後把這些晶炎都吃一吃 然後看他把你的這個 東西都給他升級起來 那這熊的話呢 目前來說我覺得最麻煩大概就是他那個 隕石啦 不過他那個隕石感覺 有點 有點偏追蹤又有點不像偏追蹤 那個很尷尬 但是就是蠻難閃的 那招真的是隕石吃好吃滿 好 第一波打格來了 開炸 不行不行不行 我起碼也要那個 我每次基本上都是那個 270幾 或280幾的 然後追光者我最高可以倒查400多 這次絕對不能 不能命跟他543 來把我們機械人吃起來 開扁開扁 起碼也要超過剛剛的60幾 應該是ok了啦 哇 你看這個 他一開始的這個跟後面那個隕石 好像開始有點那種感覺囉 好像有囉 他那個石頭開始有點 砸七砸八亂搞 而且我們剛剛其實好像有就是 把黑洞打在他身上對不對 所以代表這個石頭 這個隕石應該是沒辦法消除的喔 欸不過這些熊很窮欸 因為我們之前能夠生那麼快的原因是因為 那些殭屍兵團啊 他們好歹好不好 會給黃色的這個經驗值啊 這感覺都不怎麼給黃色經驗值的耶 你看他好像就是一個是右迴旋 然後一個左迴旋的 猛猛的 右迴左迴 然後狂炸猛炸這樣 不行欸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 好像也很難合到紅色階級 東西好像太混 太散了 而且經驗值給超少 這熊熊很窮喔 我們目標已經一半了 關卡這邊的這個也一半 好像比較快一點點 近距離交流 對啦 因為這些熊很窮啊 因為之前基本上都是那個 你打那個殭屍兵團他們都會掉一坨的那個有沒有 他們會掉一坨的那個 黃色經驗值給你啊 這邊反而就沒有 要少這個隕石的話好像就是跟他歪旁邊對不對 你看他這個螺旋的 很恐怖欸 超像跟蹤我的 唉唷 好 快 快打標了 完了 我覺得我這邊的這個 經驗升得很少 我需要更多 增加一道劍氣 傷害增加 唉唷 救命 我現在要趕快把殺一罐在他身上了 不然來不及了 可是 因為我們的經驗值真的拿太少了 所以沒辦法升什麼級喔 然後我們的那個 武器都沒辦法到紅色階級喔 那些小熊是從大隻之後死後變成中型小熊對不對 但看起來好像是這樣 會分裂 喔 這又是什麼 新招阿 剛剛沒看到阿 剛剛那個才是追蹤隕石 到100多了各位 到100多了 我覺得反而是 這關好像本來就這樣欸 最高是不是就100多 多阿 對啊 感覺這關好像要打很高分 差不多就117.9吧 還是你們有超過這個分數呢 你們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這隻彈力熊 我覺得他這個大概比較麻煩 就是那個 他這關的經驗值蠻少的喔 所以就看大家要怎麼弄這樣子 那你們打的最高幾分呢 也可以在前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囉 那我的曲名再見囉 大家掰掰